人家早联系上了 早给戴上绿帽子了 什么婚后的联系的 你信吗 基本都是他们家编的 演员也是他们家那什么的 龙溪月 哎呦喂 我很感激 他们能把孩子戴得那么好 多了太多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真的是给的不够 汪小菲21日一早看到周刊爆料 大S指控汪小菲自从他和聚聚在婚之后 就违反了离婚协议 原本承诺要支付每个月数十万元 生活相关费用以多月未付 大S只好一状告上法院 现已获得裁准对汪小菲的资产 进行强制查封 追讨五百多万元的欠款 S妈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生活费 房贷 司机费 本来协议离婚时是汪小菲支付 但两个小孩从出生开始到现在 两个保姆加一个管家 每个月超过15万元 都是大S付的 这法院裁定书一出 什么谢谢前妻 什么唱情歌 一戏间全都风云变色 汪小菲微博上连连po文 不仅又采大S居居院 左刮小S徐亚军 还怒批前岳母 连老母张兰也在直播间 横狡数小时 有资料火力全开 汪小菲先是po出家用支出 亮出洋洋洒洒两页的名戏 她表示大S的司机 阿姨都是她给的酬劳 孩子的生活费 学费一模也没少 只是大S已经在婚 她不想要再帮他们支付电费 更怒嗆去军业 罗囊费换个床垫行吗 随后警告前岳母S妈 徐妈妈我够给你们一家留面子了 并将矛头指向前小姨子小S 检举她吃安眠药 未经医师许可 私至领药 更说 你老公在你家楼下会说 找姑娘 更直呼 把我惹毛了 我不是蓝震龙 也不是周渔民 我是汪小菲 嚷嚷要立刻来台把家人带走 张兰户子更是下猛料 看看她什么时候 给戴的小绿帽 什么时候跟那老光头联系的 看看她什么时候跟那个 咱们都可以搜索信息啊 可以啊 上网好好查查 人家写的剧本你们都信 刚走了1%都没走了呢 她逼着我 她逼着 给她脸不要脸 人家早联系上了 早给戴上绿帽子了 什么婚后的联系的 你信吗 剧本都是他们家编的 演员也是他们家那什么的 对吧 你信吗 我这有证据 看吗 小绿帽子我们戴着 骂我们挨着 钱我们给着 对吧 我们一直忍着 这都是事实啊 你们不知道就少废话 我老想着 孩子妈咱们这个忍着吧 她可以去找她的律师 她敢 我就是敢说 我们这次就是 就是她死过脸了 让你放 让你去放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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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